嗨,大家早安,我是Claire 那現在在凱方文化基金會認職 那今天提議的這個GDM Summit 2020 Call of Conduct 修改提議草案 那是希望可以把COC做得更加完善 讓它好還要更好 那就是我剛剛特別介紹說 我在在OCF認職是因為 提議原因是因為在寫那個 我們一篇專文是比較 國化數位人權社群 跟國內那個open source社群 他們COC的差別的時候 因為我發覺我們好像有一些 可以借鑒別人的空間 然後希望可以藉此打造一個更多人友善的空間 社群空間 當然有些人會懷疑說 COC跟打造一個多人友善族群的開放空間 有什麼關聯 我覺得其實這是一個解決方法 那我們不足之處可能在於說 大家對COC的印象是比較薄弱的 坦白說以我而言 在參加conference的時候 如果有錯過opening 可能就再也不會看到COC的 大家會首次發銷 我就只看議程 那網站我也是只看議程 所以其實可以討論的點是說 我們的COC是代表怎樣的社群 鼓勵的價值和行為 還有說要怎麼樣讓更多人可以注意到COC 那這算是一個起步 如果100個人之中因為就是這個提案 而有更多一個兩個人開始注意到的話 我覺得也是一種進步 那在寫作過程中我發覺就是不一樣的地方在於說 第一點 國外他們會把個什麼叫做騷擾的行為 舉例的更具體和細節 那這樣的差別在於說 其實有時候騷擾不一定是有意為之 而是我們不知道這樣的行為會讓別人不安 那把它寫得更具體就可以讓大家知道說 欸這樣的行為是不被鼓勵的 對 所以這個草案是根據就是一些RASCOM IFF他們的內容擷取下來翻譯的 那希望今天可以找到更多人一起就是想想看 可以怎麼樣把這份提案做得更好 那包括說在有違規事件發生的時候要怎麼樣通報 那目前大部分都還是找現場大會工作人員 可是對於一些可能沒有勇氣面對面通報的人 他們會需要一個線上通報管道 那國外他們也會更強調說 我們的所有通報資訊都是保密的 你的隱私不會被外洩 那或許我們也可以想想看說 怎樣的線上通報管道可以更考量加密 那有時候就是找現場工作人員 身為通報者的話 我也會擔心說 我的資訊是不是到最後一傳百 一個傳兩個、兩個傳三個 最後全部的工人都知道了 對 那甚至說就是要怎麼樣處理 就是違反行為守則之後的流程 所以今天我希望找的人是 所有關心 怎麼樣打造社群一個更多元族群 友善的空間的人 那COT只是其中一個方法 那希望大家一起來討論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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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